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我是廖玲玲玲 根据NHK的报道 在前几天 中国的军舰出现在了 日本路尔岛县的燕美大岛附近 而我们知道今天9月15号 日本举行了史上大概是28年来 规模最大的一场自卫队的演习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脉络吗 那另外我们知道下个礼拜 日本的首相菅义伟 也要到美国去来参加四方会谈 好那这之间是有怎么样的 错综复杂的氛围 我们今天很高兴 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福大日文系教授何思胜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做解析 老师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玉琳你好 好老师那我们就刚刚讲到 就是哇这是他28年来规模最大 到底规模多大 我们有帮观众朋友来做个整理 就是从今天开始9月15号到11月下旬 哇那时间很长 然后兵力的话呢 主要到全国都有 但是呢集中在九州这边 包括像是有2万辆的地面车辆 还有120架军机跟10万兵力 那这个目的呢根据一些日媒的分析就是呢 有包括说增强对于中国海洋活动的应对能力 另外呢是应对钓鱼台 日本叫尖阁诸岛 以及呢日本这个南方岛屿的局势变化 那主要呢很多人就说 这个军演是针对钓鱼台而来的吗 老师是不是从这边再跟我们解析一下 首先是为什么这是28年来要举行这场规模这么大的军演 当然这个28年的时间我们这个往前这个算一下 大家就知道就是在后冷战这个之后啊 这事实上日本自卫队跟这个美国之间是就很少举行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演习 那刚刚在莉莉你讲的就是说 他这次他出动的这个自卫队的一个人数 这个超过10万对不对 那这几乎是自卫队的这个全员的半数 那换言之这个等于是这个自卫队他精锐进出 那所以他而且他这个是一个使兵的一个演习 苏联垮台之后那日本自卫队把他的整个这个 这种这个等于是他的一个这个location 这个做了一个这个调整那他把重兵都囤放都铸囤在他的一个南面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那这当然是这个针对整个在后冷战时期 这个日本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的一个改变 那他过去虽然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最主要的在意的对象 还是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他的一个这种军力 像海洋这个伸展在2020年 这个随着美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抗的一个升高 那日本他们在这个大概这一年来 他们在讲到安全问题的时候 这个不管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议员 或者是说他们在内阁里面 像我们讲的他的防卫大臣 或是他的那个副方向 这个像拿开亚马中山 他们几乎都是这个就是指名道姓的 这个就是指的就是中国 那所以他们这次的演习当然这个是因应 整个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他的一个力量往这个日本的这个周边水域 当然这里面也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比较关注的就是钓鱼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2010年这个日本跟中国发生这个撞船事件 那到后面有国有化 那虽然安倍把这个中日关系 他曾经这个在这个这个上台之后 这个这个这个超过2019年有一段比较这个是改善 可是他们在这个2020之后 随着大陆的海警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种立法 那而且中国大陆在整个钓鱼台的这个 的维权越来越积极 那所以这个日本这个当然这次的演习 有针对这个等于是这个 他没有讲哪个岛屿啦 可是这个就很一般的我们都会这个认为 这个他可能是针对像钓鱼台这样的一种岛屿 如果被这个拿走了之后怎么样再拿回来 那您刚刚提到的重点就是说 当然是针对中国的这个军力一直往外来扩散 那同时就说这个是不是跟美中近年来 也是这个对峙升高这样一个更大的氛围有关系 当然这我想这有一个是美中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战略博弈 那那当然这个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一个盟国 这个日本 那日本事实上在冷战之后 他跟美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全合作 他也慢慢的在调整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角色 那那那所以就说这个 这过去在冷战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这个跟日本之间的安全分工 我们经常讲有矛跟钝 不是说他们有矛盾 就是说这个这个美国的角色是攻击型的当矛 日本是当钝对不对 跟这样的一个士兵演习 那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个自卫队 在这个走过冷战的这个30年 他们逐渐的这个从一个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 扮演这种防御型的这样的一个武装力量 把它转型成为一个攻守俱佳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个智慧队的一个成果验手 那讲到就是说日本举行这么大规模的军演 那当然而且这一次呢 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针对日本南方的一些岛屿 那我们就一定要来谈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台湾跟冲绳那么近 跟钓鱼台这么近 所以之前老师刚刚也提到 他们的副防卫达成中山 也提到这个冲绳 跟台湾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地图上来看的话 台湾的这个我们往东北角这个走 实际上这个再上去 然后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可以看到日本的 先岛群岛就是石原这地方 然后冲绳本岛 那所以这个日本事实上 他们在战略上面 他们向来这个关心这个台海 或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因为他们认为台湾的安全 基本上跟日本的南面安全 是息息相关的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当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 不只在東海 包括在台海以及南海的 這樣的一個軍事力量的伸張 當然日本會擔心 如果台灣受到北京的 這樣的一個軍事的壓迫的時候 這個可能不是只有台灣受到影響 另外除了軍演之外 我們也是剛好今天 老師是日本的專家 我們一定要請他來跟我們談一談 就是9月26號要舉行的日本自民黨的選舉 現在幾位候選人 其實看起來似乎對中的態勢都很強硬 我們也請導播來讓我們看一下 就是已經在禮拜五要正式的來公告 然後在9月29號的時候 就是要來選舉 包括說像曾經擔任過防衛大臣的河野太郎 然後擔任過外長的岸田文雄 還有就是安倍所支持的高市早苗 這幾位對中的態度都非常強硬 這已經是現在日本政壇的主流氛圍了嗎 事實上在這次的自民黨的一個總裁選舉裡面 似乎比較少聽到 他們對於內政上面的一些討論 他們幾乎就是聚焦在中國問題上面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像岸田 因為他是先話先要說他要選總裁 所以他最早就在這方面 他有一些 他提出他自己的這樣一個想法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他認為日本 他的一個安全跟台灣之間的這樣一個問題 反正就是跟我們看到的自民黨 他們裡面包括中山副房項或者是像岸信夫 他的這個想法一樣 他認為就是說台灣有事的時候 那日本應該要等於是來關切這件事情 而且老師你看他講得真的是很直白 首要任務就是要抗中 就是他接受華爾街日報的時候 訪談的時候所有的一個標跟內容 對 河野他的父親對不對 那個河野陽平 河野陽平我們知道 他是自民黨過去的總裁 可是他沒當過首相 為什麼 因為那段時間 剛好日本是自民黨沒有執政的時候 那當然河野陽平跟中國大陸 有蠻好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但是我也並不認為 就是說這個父親跟兒子的立場是一樣的 那目前看來是河野太陽的呼聲 是比較高的是不是 當然我想這三個出來角逐 這總裁的人人都有希望 那包括這個Takaichi高氏 很多日本人也希望日本能夠出個女首相 不過就是說如果從目前的這個態勢來看的話 大概河野跟岸田會是一個比較有競爭力的 那我們當然也不能夠只看這個新人校 我們要看一下菅義偉 這個菅義偉其實他本來不是說不想要連任 但實在是民調很低啦 情勢比人強 那麼他下禮拜也要去美國參加跨德的四方會談 所以他其實當時剛開始接任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是拜登上任之後 第一位受邀到白宮的外國領導人 也表示美國對日本的重視 那9月24號就是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這也是一個首次面對面的高峰會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請教老師 這個四方會談其實也很值得關注 有人說他是一個類似像印太小北約的概念 當然我想跨這個拉的有點急 當然他這次是實體會議跟上一次是視訊會議 不過上一次視訊會議的時候拜登總統就自己 親上前線 他這一次把三個盟友拉到美國去開實體會議 我想這也是顯示美國對跨德的一個重視 不過這可能也跟阿富汗問題有關 因為在阿富汗的這樣一個撤軍問題上面 可能美國必須要展現他的這樣的一種行動 然後來重新的reconfirm他對盟國的這樣的一個承諾 所以他這次也顧不得日本要馬上換首相 否則現在菅義偉去事實上 他回來幾乎他就是要交棒 我想未來如果日本他要讓跨德 跟美國的安全合作要擴大 我想他在國內的這樣的一個不只是修憲 我想還有就是說他相關的這種配套的這些法 都必須要建制完成 才有辦法走到我們所要看到的所謂的小北約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福大日文系教授和思聖老師 來到我們的現場為我們分析這場日本28年來 規模最大的自衛隊演習 那麼就是從今天開始一直會演習到11月中旬 華視最國際也會跟您一起持續來關心 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